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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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看到今天有两个令人十分之失望的news 那当然第一样我想说就是 学民思潮三次判刑 分别是说黄之锋是最重的 判了13个半月 周庭10个月和Ivan 7个月 事源就是说上年6月9日之前 在警总涉及的事情就是未批准的非法集结 但是判案既然判了 也没有得保释 那就... 说控方只是涉及危害国安,危害国家安全 由于这件事就是他在讲用国安 那我就不可以讲太多 反而我想讲回王之锋他们学问思潮前三子 第一就是这些年轻人其实是十分优秀 如果香港是可以重光,如果香港是有民主 如果香港的一国两制仍然是intech的话 这些年轻人其实是读完书之后 他在一国两制之下 真正一国两制如果真的有的话 他们可以为香港做很多发光发亮的事 那我就这样看周庭 他是有一个中学生 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在读中学 同样,王之锋 Ivan 我没有和他聊过 另外就有一个前学文思潮的有位叫做黎文洛 都认识 当时他们在反国教那里开始 到几年前和平佔中的时候 从2014年就认识他们比较多些 周庭和王之锋 都比较多些 在外国记者会那里看到他们 我认识政权当然是不容许有任何批判声音 他说是你王之锋还是周庭 他说是你任何东西 那问题不是在一帮年轻人那里 那问题就是 现在 是没有了一国两制 而我们香港人 是一个香港的族群 究竟在 现在 差不多是 失了那个声音 就是灭了香港的群族的情形之下 那我们怎么可以继续走下去呢 那 大部分 不走的那些当然 就是 有几个旅行的 第一就是 真的不想离开这里 那 比如 我认识的 《苹果日报》的 很大部分的员工 他们的管理层 黎智英一路下去 他们是会 留守到最后 因为一个传媒的使命感 那 你都大家看到 在不够24小时之前 这个有线电视 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那一些 行外 或者不是说 就是在 这个很重要的 Mark 这四位传媒 所谓的叫高层 炒了很多 有性的员工 那 我想 网民都是 就是 那个reaction都很快 那就是cut了他 那 但是说到 年轻人 他那个青春 其实是 是没有了的 那 当然了 梁天琦 就一个例子就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来 梁天琦应该都快的话 都要有一年多些 是不是 那接着就是 王之锋 就 现在是重判 其实是重判 那现在持权那些 他就卷戀了个权力的 就是 由62岁的林郑 开始到 那些律政司 那 我不知道 就是 有些 网民 就说他们 一进了 中共的system 就 泥足深陷 深似海 有很多东西被人抓住 痛脚 怎么也好 就是如果 我们看到 中共的 权力斗争 很多时候就是 有很多痛脚 抓住 那接着就是 里面是 政治斗争是十分之激烈 那香港 当然 我们会看到 这些年轻人 是 这样的可惜 那 更加 大家 特别是 那些 深蓝 淺蓝 如果 都是喜欢听我 这个节目 虽然都不是很多人 是过了 两万人 最近 那希望 那些 深蓝的 都可以听一下 就是 这个对你们都 不是 没有帮助 一旦呢 我们做金融的那些 其实 七成都是蓝 那你说 要 要 那个 心态是要 不蓝 还有 要捍卫 香港的核心价值 包括 就是 要跟这些 所谓 人大 政协 绝缘 因为你做的那些 一定是跪下 那 想说的 就是 将 一个 中佬 即是你说 快必 现在是 告到现在去 国安 就是说危害 国家安全 其实是一个 很严重的指控 那 我想 那些 男的 那些 那些 人 都是一个 醒醒 歌 因为 以前你说 你不喜欢 那些 评论 或者是 政党的人 是 跟你想的 不同 但是 现在都没有了 批判声音 对吧 立法会 现在就是一个 拍手 举手机器 对吧 睡觉那些 就要逼着要点人数 因为 都不够人 那 恐怖之处就是 当你说 国安 是 这样 可以 是 什么东西都 in the name of 国安 本来不是 这个 快必是 危害到 国家安全 那么把炮 我想 男的那些 你们真的 都要很小心 随时 有钱的 有权的 真的就不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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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那些 读书的那些 做医生的那些 那也都 你看到 HK Free Press 也有个 暴露说 那些年轻的医护界 很多都现在是 是 顶不住 是 头奔老海 就是所谓的 去第二处 那你剩下的香港 会是怎么样呢 剩下的香港就是 靠林郑一个 我想她那个精神 状态也是有些问题 因为她 除了要 每个月下班 要数很大的 银子之外 OK 更加重要的 就是说 这个人是 跟她老公是没有沟通 是不需要谈计 我想 很多 浅男也好 深男的也好 都是希望 就是说 有一个健全的家 那这个人 已经去到 是不需要 跟老公聊天 引以为榮 我也不知道 香港 会是 变成了 怎样 有这样的人 都可以 那无论如何都好 我觉得 大家要 守住香港 舊有的 核心价值 其实都 残如无忌 我们要为 现在 在狱中 和被囚的人 祷告 希望会有奇迹 我仍然相信 这个世界是 上帝会作 最后审判 多谢大家 在狱子里的 夫人 目楼 每个都 在狱子里的